三种食物能够杀灭幽门罗杆菌,预防胃病,最经济的治疗方法。 全球约有44亿幽门罗杆菌,HP,感染者,平均感染率为62.8%,中国感染率已经从原来的70%下降到约50%,感染人数依然高达7.68亿。 大众对游门罗杆菌越来越关注,甚至有不少人对这种细菌产生了恐惧。 主要原因有两方面,一方面游门罗杆菌的感染率非常高,甚至呈现家族聚集现象,经常有一家三口,甚至四口发现全部感染游门罗杆菌, 另一方面,游门罗杆菌是导致胃癌、胃溃疡、胃炎、胃粘膜相关淋巴流的罪魁祸首。 虽然幽门罗杆菌是可以服药治疗的,但是随着那药率的增加,有很多人可能连续进行一次、两次,甚至更多次抗HPE治疗,依然无效。 也有人感染了游门罗杆菌,并无特殊不适,他们不想吃药治疗,那么饮食上,有没有食物能够杀灭游门罗杆菌呢? 有研究发现,游门罗杆菌主要通过口,口传播,如果饮食上能够比较注意,减少胃部的负担,那么感染游门罗杆菌的风险能够降低。 第一,蜂蜜,蜂蜜具有显著的抗炎杀菌作用,很多家庭用蜂蜜来治疗体疗伤口,受了皮外伤之后,涂几色蜂蜜,伤口既能避免感染,也能很快愈合,那么,蜂蜜同样具有抗U门罗杆菌的作用,常吃蜂蜜,还能预防胃炎等疾病的发生。 第二,西兰花,西兰花嫩芽含有一流晴酸质,2002年研究已经发现一流晴酸质能抑制U门罗杆菌生长,而西兰花嫩芽比成熟的花头具有更高浓度的一流晴酸质。 第三,大蒜,众所周知,大蒜能够预防胃癌,那么极致是什么呢?就是因为大蒜中含有大蒜素,大蒜素能够抑制U门罗杆菌的生长,从而间接预防胃癌。 胃是消化食物的重要器官,食物在胃内进行加工排空,最终变成石米一样的物质进入小肠进行消化吸收,所以饮食与胃的健康密切相关。 长期进食高盐食物,酗酒,烟熏烧烤类食物,油腻性食物,更容易感染U门罗杆菌,这是因为这些食物加重胃的负担,让胃本身抵抗U门罗杆菌的能力降低。 所以,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,不仅能保护胃,还能降低U门罗杆菌的感染率。